大家好我是苹果麦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三款手机上跟电脑上的剪片软体 最近几年都有调查结果显示说 现在大学生心目中的 《梦幻机械培行榜》前面几名都会有YouTuber 那也因为YouTube的关系 现在剪片这个技能变得非常的普遍 那刚好我自己过去一年曾经用过了 三款不同的剪片软体 有手机上的也有电脑上的 有初阶也有进阶的 所以如果你正在考虑要学剪片啊 或者是你正在考虑要不要花一万块去买Final Cut Pro的话 相信看完这部影片应该会有相当大的帮助哦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三款软体分别是手机上的Videolib 电脑上的iMovie跟Final Cut Pro 那我会分别介绍他们的界面 优缺点还有适合哪一些使用者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苹果妹这个频道已经创立一年多了 如果你去看我频道刚开始的影片的话 会发现跟现在的风格差非常多 原因就是因为我前半年的影片 都是用手机上的Videolib剪的 那我会使用这个App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虽然是免费的 可是它的界面却是专业的 那它里面呢也有一些付费项目 我用了免费版一阵子之后 就付费开始使用付费版 那差在哪里呢 就是它可以使用一些特效 还有一些音效啊或是贴纸之类的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界面 其实它的界面是非常直觉式的 我们先按一下这个加号 然后随便选一个影片进来 然后它会出现在这个轨道上面 那轨道上面你就可以去进行叠加 那叠加的东西就会出现在上面这边 例如说这个样子 就是字卡啊或是特效什么的 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叠加上去 那这个App应该是可以无限的叠加上去 就是你可以好几层 但是注意一下可能太多层它就会挡掉 然后在轨道上面的操作方式 就是用拖拉啊拖移这样子 然后放大缩小就非常的直觉 然后像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也有自带很多的功能 像是音效啊滤镜 还有可以调整它的颜色等等的 就是非常的齐全 然后这个软体啊那个时候我在用的时候 它并没有这个钉子的功能 钉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例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渲染的涂层 把它定起来有没有 它就会钉在这个影片的这个地方 我就算之后拖移这个影片啊 这个涂层它一样会跟着这个影片的 这个点在跑 但是之前我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喔 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只要一移动这个影片 它上面的涂层会全部都跑掉 所以这样子做剪辑真的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导致后来我就开始使用电脑剪片 而且呢我现在回头看起来 我觉得它里面的功能是非常齐全的 尤其像是色调范围 它是可以针对单一色调去做调整的 不过我当初在手机上剪辑的时候 还不会用到这么深入的功能啦 那整合一下它的优点就是我觉得 它对新手非常的友善 因为它的操作是直觉的 然后它也非常的方便 因为它就是在手机上面直接可以剪嘛 那剪完之后就可以直接用手机输出 那它的缺点来说就是 它可能没有办法叠太多层 因为毕竟它就是在手机上面剪嘛 所以能力有限 因为像是我那个时候用iPhone11啊 它时不时还是会过热当机 或者是剪一剪它就突然开始变慢卡顿等等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只是剪HD的影片喔 如果你是想要剪4K影片的话 完全不建议你使用手机剪片 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手机上的萤幕很小 非常的伤眼睛 然后最后一个缺点就是它不能使用扩充功能 像我现在影片上面就有非常多 使用的是第三方的扩充功能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在Final Cut Pro会讲更多 那我会建议哪一些人使用VideoLeave呢 第一个就是你从来没有剪过片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界面非常直觉 而且它有免费版 所以非常适合当你第一个剪片软体 第二个就是想要在手机上面做简单剪辑的 因为像我自己也会用VideoLeave做非常简单的 快速的剪辑这样就可以直接上传 总体而言呢我觉得VideoLeave它是一款 功能非常强大跟齐全 但是由于限制在手机上的关系 它没有办法做出很细腻的渗软跟特效 那VideoLeave用到后期我发现这样子剪片 真的非常的伤眼睛 所以我才开始考虑要使用电脑剪片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切换到电脑的画面上 来看一下iMovie的界面 我们先来打开iMovie 我一开始呢其实是非常不想要用iMovie的 因为我知道它里面的特效都很糟糕也很俗气 然后直到我用了一阵子之后才后悔 没有早一点开始换到电脑上面剪片 因为效率真的差太多了 然后这边要讲到我从手机上的Video里 转到电脑上的iMovie几乎是没有过渡期的 原因是因为它们两个剪片逻辑差不多 所以很快的可以适应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界面 下面这边呢就跟VideoLeave一样是一个主要的编辑的轨道 上面这边呢是影像的材料选取的地方 然后你只要把音效啊或者是一些特效拉进来 就可以直接堆叠在上面 但是iMovie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它只能叠一层 就是你的画面除了影片之外呢 只能加一层不管是字卡或是特效 例如说我今天这边已经叠了一个字卡 我就不能再叠第二层了 我想要拉进来它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用iMovie剪到后来呢 出现那种连续的字卡要怎么做 你知道吗 就是用Keynote Keynote如果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呢 它其实是Apple他们所有装置里面内建的 投影片设计的程式 然后我就必须要在Keynote里面先做好字卡的绿幕 然后再把它输出回我的iMovie 我这边给大家示范一下 例如说我今天要做两三个字卡好了 我就必须要在Keynote里面先用一个绿幕 然后前面新增就是我要的字卡 之后再把这个简报输出回到iMovie 这样子才可以叠很多层字卡跟动画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非常的麻烦 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也是非常的麻烦的哦 然后另外一个有点就是iMovie配上Keynote 之后算是一个蛮完整的剪片软体 只是我觉得制作过程有一点可难 然后至于缺点的部分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它只能渲染一层涂层 就是这边永远都只能一排 然后它也不能使用扩充功能 所以它里面你只能使用俗气的特效跟字卡这样子 那我会建议哪一些人使用iMovie呢 第一种就是你从来没有剪过片 或者是你是轻度剪片需求的人 然后你第一次想要用电脑来剪片的话 可以使用看看iMovie 因为我自己觉得它搭配Keynote之后 是可以做到一些蛮进阶的东西的 而且它的逻辑跟一些比较专业的剪片软体 其实差距不大 只是里面功能的复杂的程度有差而已 那当然这样子剪出来的东西质感是有差的 所以如果你剪到一个程度想要再上去的话 一定要用付费的软体 不过这个部分也要看你影片要剪到怎样的程度 如果你其实根本就用不到太多 复杂的特效或者是字卡的话 其实iMovie就非常够用了 那iMovie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界面也算是简单易懂 而且加上它也是Apple它们免费的软体 只要你有Mac就可以免费的下载 但是手机上面的iMovie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没有用过那个 所以我没有办法推荐给大家手机上面的App 然后iMovie我大概剪了两三个月吧 我发现它已经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因为我真的把Keynote玩到00静置 就是我已经在Keynote上面设计一些非常复杂的动画了 然后加上Final Cut Pro它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所以我就想说来玩玩看好了 那我必须要说呢 从iMovie换到Final Cut Pro中间 其实是有一段阵痛期的 因为Final Cut Pro它的界面真的是太复杂了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打开看看 那现在我把它打开 你会看到说它跟iMovie的界面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又更复杂 然后它可以选的东西更多 做出来的东西也比较细腻 而且它终于可以堆叠非常多层的渲染涂层 因为有时候字卡一多啊 可能堆到四五层都是有可能的 另外呢 这里面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的扩充功能 然后什么特效都可以做到非常的精致 刚才我不是说我换到Final Cut Pro上面有一段阵痛期吗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我要去找那个快捷键给大家看 就是这边啊 大家看到里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快捷键 你每一个键盘上面的按键都是一个快捷键 所以你按到什么东西 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复 或者是有很多图层啊 你点两下它会有隐藏的功能 就是它可能会这样子 有没有 突然出现什么奇怪的图层 还有这种比较花俏 就是可以做到很细致的这种界面啊 我一开始真的是搞不懂欸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些时间把它记起来跟适应的 不过不得不说适应之后呢 你的效率会变得非常高 因为像我现在就有使用有快捷键的滑鼠 就是有很多按键的那种滑鼠 其中的几个快捷键 你就可以把它设定成一个是删除 一个是剪辑 那总结来说 我觉得Final Cut Pro它的优点 就是它的功能非常的完善 然后可以多层堆叠 然后可以使用第三方设计的扩充功能 不用再限制于它们很俗气的特效 另外也可以套滤镜 那滤镜的部分可能你要去购买 或者是自己调 也可以做一些很细部的调整跟调色 那缺点的部分就是你需要时间去适应它的界面 因为真的太复杂了 快捷键也非常多要熟记 也因为它里面有真的很多很细的东西 所以新手真的需要有人可以问问题 因为像我一开始常常不小心按错啊 像是这个画面我就会吓到 然后不知道怎么把它用回原来的样子 其实只要点两下就好 诸如此类的问题非常的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缺点 就是你过了试用期之后呢 它的价格是一万块 那这一万块就是买断 可能对于专业人士来说 这没有到很贵啦我不太确定 不过那真的对我来说是一大笔钱 所以我觉得很贵 然后最后呢 Final Cut Pro我会建议哪一些人使用呢 当然是那些有进阶剪片需求的人 还有你必须要制作比较花俏跟精致的影片 我会推荐你使用Final Cut Pro 那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配上第三方扩充功能之后 达到的效果我真的非常的满意 所以这一万块花下去 我觉得值得啦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扩充功能的差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内建的特效 例如说 这边好了 这个是它内建的特效 就是好像比较粗糙一点 就是比较基本跟粗糙 没有那种细腻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是用第三方的话 精致的程度就没有上限 然后像我自己使用的这一套 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我喜欢的 就是比较细致吧 我觉得 当然扩充功能也有它的限制 像是它软体更新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跟上 像是这一次M1的MacBook 它中间衔接的期间 我就有很多东西不能用或者是卡住 所以使用扩充功能也是有它的缺点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年来剪片的心得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或者是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知道其实也有非常多人 是使用iPad剪片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没有iPad 不过我非常想要买一台来玩玩看 如果之后我有在iPad上面剪片的话 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喔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